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德海默这点咱们也要看一下啊 他们上个赛季是这个拿下了得以冠军 然后进入到了德甲 那本赛季的话 他们也是将首次这个争赞德甲比赛 那他们在德甲前两轮这个比赛当中 分别是0比2和2比3输掉了比赛 那这个两场比赛一共丢了五个球 可见他们在防守端做的还非常的这个差啊 还没有适应这个德甲的这个联赛 那多特的话上个赛季是这个措施的大好夺冠机会啊 联赛最后一轮被这个逼平了 无缘的德甲冠军 那新赛季的话 他们人员这个变动也比较大 尤其是这个中场新星贝林厄姆 然后包括这个格雷罗 然后离队对他们这个影响挺大的吧 那在开赛的两场比赛当中 是1比0输给了 赢了这个克隆在主场 然后上一场比赛是在客场被波红1比1逼平了 所以他们这个表现也比较一般啊 也挺慢热的 两场比赛一共打击两个球 那双方广机之前的教授的话比较久远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拿着这个定位啊 这场比赛的定位就是多特蒙德在人气实力都高于海登海默啊 然后海登海默这个开赛两场比赛也都输了 一共丢了五个球 所以在人气实力方面都是多特蒙德有优势 包括竞技状态也是多特蒙德有优势啊 咱们来看一下多特蒙德这个亚洲方面怎么给的 亚洲初期的话是给到有两球的一个高档 也给到175的低档 那这个两球高档的话 其实对于多特蒙德来说的话 咱们也是认为比较合理啊 那现在的话统一是调整到了一个175的一个中档 那175对于多特蒙德来说的话 其实他这个入手难度还是有的 但是也不大啊 毕竟这个海登海默在上场比赛的课场是0比2输给了这个狼宝 所以他这场比赛的定位 我觉得对于多特蒙德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就是他这个从两球退到175这个中档以后 我觉得这个多特蒙德可能会去吸引一波热度啊 所以这场比赛咱们看好多特蒙德最多在主场赢两个球 好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是罗马和艾米的比赛 那罗马的话他们上级三个赛季在1-2是排名在第6啊 新的赛季到这个目前为止的话 他们是两场比赛一场未胜啊 现在是一平一副的一个战绩 他们分别是在客场1比2输给了罗维纳 在主场2比2平了这个萨勒尼塔纳 所以开赛这个两场比赛罗马也没有踢好 那艾米这边就非常这个在开赛就打得非常好了 他们两场比赛全部拿下比赛 分别是在客场2比0赢下伯罗尼亚 在主场4比1赢下都领啊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近期两队一个状态 在网级方面的话 罗马是近十场比赛各项赛事吧 一胜四平五负的一个战绩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劣势啊 他们已经连续有这个三年没有赢下过AC米兰了 所以这场比赛的定位 咱们就是AC米兰在人气实力高于罗马的情况下 近期状态也好于罗马啊 咱们拿着这个定位的话 来看一下双方给到的数据 亚洲初期的话 今天是离奇的给到了罗马这个平手的一个高档 那这个平手高档对于罗马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合理的啊 那在合理的情况下 现在的话也是没有太大变化 统一都是给到了一球这个平手高档 然后A米的话是一个平手低档 那这个低档其实对AC米兰来说也比较合理 因为他们在初期 咱们刚刚说了定位方面他们是有热度方的 但是就是罗马这个初期给到的平手 我觉得在初期是高看了罗马 加上AC米兰有拉力的情况下 所以这场比赛咱们看好这个罗马能够保持不败啊 第三场的话是南特和马赛的比赛 南特的话今天给的数据有点这个太低了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咱们没有给大家做详细分析 但是最后的话有结论 这三场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场咱们是看好这个海登汉姆最多数两个 结论是让平让负 比分是2比0和2比1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这个罗马在主场能保持不败 结论是主胜防平 比分是1比1和2比1 第三场的话咱们是看好马赛啊 在课场能保持不败 结论是主副防平 比分是1比2 0比2和2比2 三个比分 好咱们今天到这儿啊